今天就在这个小桌板这上面 做一下视频 今天好有人帮着遛狗 今天好多人在这里休息 全是人 还有车 是因为到卢朗那里端路了 垮塌了 你看车都停不下了 就这样两个车到三辆车来停 哇在户外吃饭好爽啊 这个铁板毛鸟肉好咸 前下饭吗 这个特别咸 你可以吃一个特别特别 这么上这么快呀 我以为8点钟吃饭 因为这边9点钟才黑 现在已经太阳露山了 你吃的蛮早的嘛 每天还有半斤子叫 你把他的饭给他整上 就把他带到这里来 太好了 两个人一起吃饭 就可以点好多菜 我一个人几乎都是吃盖饭 我一个人也是盖饭 我嘴巴包的菜还在这里说 太香了 主要是在这个环境下吃饭 太棒了 今天太多的车 这个地方到卢廊那一段有塌方 所以全部堵了 你看好多人 好多人 你看停车场都停不下了 半斤你太讨气了 走 把你的碗也带上吃米饭 给他吃点鸡蛋 半斤我两岁了 对 两岁了 半斤八两的半斤 半斤 我朋友给他取的 他觉得 这么好 半斤 半斤 他觉得 好好好 好好好 这个不行 这个跟半斤炒的不行 反正这个铁板 猫牛肉好鲜 是真的鲜 半斤 你今天是多饿 老板说我们吃饭 怎么吃那么多 原来是给狗吃 这个是半斤的筷子 妈呀 口水都滴出来了 你刚刚不是吃过一碗了吗 怎么都滴口水了 半斤吃这个会不会拿肚子 他要吃饭了 他不是狗粮吗 他也吃狗粮 这偶尔要给他吃点 有肉的话 你要给他吃点饭 不然的话 太咸了 半斤吃好多 半斤吃第二碗了 又吃完了 今天给你吃了狗粮的 狗粮不好吃 是昨天吃了骨头 吃惯了这个 他就不吃狗粮了 对 他昨天吃了骨头 吃香了 他今天就要吃肉了 谁不想吃肉 半斤说人吃的真香 半斤这是第三份了 你吃那么多晚上要咳得喝水 今天这个夕阳 现在七点多 就跟五点多差不多 这边要差不多九点钟才黑 半斤在那里专心的吃 不知道他们这个车要停几天 有几天已经走了 有一天已经走了 可能是回去了 他收我收的20 收你房车收的几时了 是不是要贵一点30 我应该是30 你还不知道 我一直想交钱 那个大叔叔一直跟我说不要急 不要急 再走了再讲 他这个大叔一点都不在急 我昨天给他交钱的时候 我说交两天 他说不急不急 什么时候走了 我忘记了吗 好好的 半斤 半斤你三分都吃完了 你今天啥意思 半斤 不能再吃了 我在想那个狗狗的翻译器有用吗 你到底说的是啥呀 没有 我看有人用 半斤说啥吗 半斤你到底在说什么吗 你说啥 先不给你吃了 吃了三次了 不给你吃 没让你坐上来 半斤没让你坐上来 他好烦 你看 没让你上来 下去 是酸短的吗 对对对 这绳子太短了 酸的难受 不是 他是吃完了 刚刚都这么多 没有叫 我都是看到那边有狗了 好 给你刷长脸 刷长脸 不要叫 吃了三分了 太凶了 半斤现在可怜了 狗粮都不吃了 酸儿 开车了 好多人啊 这么多 ży 这些摄影的摄影很美 这就是原始 那是原始 半斤今天端午节 要给你吃好的 昨天炖的猪蹄没吃完的 你看好多 今天路通了房车的人都走了 所以我今天把洗澡帐篷拿出来了 我待会把车这一块全部搬下来 虽然看着我的车好宽 操作空间好大 半斤你要慢慢吃 你别把那些碎的都吃了 我先去点菜 我们今天来吃 这是他们的点菜 半斤你这结果的好 辛苦了 连服务员都没有了 随便吧 这个好有食欲 丰盛 都是我的最爱 我们今天是端午节 来喝一个 喝一个红牛 喝红牛 牛气冲天 端午安康 今天的菜感觉还比较可口 太下饭了 为什么我饭还没来 你看今天没有太阳 看起来就没那么好看 你敢吃这个辣椒吗 我是这家这里面 算很能吃辣的 试一下 我是跟你吹 吃一个就 辣吗 不辣 他这个炸的挺好的 一点都不辣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 辣 就是刺手刺的那种 对 挺香的 等我一下 今天好好啊 有人搬我溜半斤了 好可爱 嗯 这是我们的老乡 走到哪里就玩到哪里 他们也好喜欢狗狗 我把这些东西都洗一下 把这个箱子搬出来了 你看我好 今天端午节 半斤端午吃粽子咯 粽子 干什么 我要把这个粽子包了 别着急 我要把这个粽子包了 这个粽子就是糯米 啥也只有糯米 包了什么豆子 豆子 好 好吃 我们一人一半 吃吧